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宣时间 那一样的到了礼拜二 我们经济全人杂志的单元 那今天呢 在介绍沈云聪之前的话 我们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 是来自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 另类的民谣的摇滚乐团 他们在美国蛮受欢迎的 过去这些年 几乎是在所有的现场的群伙的演唱当中 最受欢迎的一个民谣乐团 叫做The Lumineer OK那这个乐团里面 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的音乐的 他们乐器的丰富度 就是除了歌手上的很好听之外 他们的话呢 有钢琴 有鼓 有很多打击 还有大提琴等等 那所以让整个的表现 都显得的 这个就是 他的内容的丰富度很高 再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The Lumineer 他们的主唱 就他们的灵魂人物 他们特别提到说这个乐团的风格 他们说这风格呢 尽可能的基本上就是简单化 他说他认为 这个现在到了那么多的一些 什么网路啊 科技啊 各式各样的这种合成器啊 他说其实人们会喜欢到一个地方去 就听到 有人单纯的是在唱歌跟玩乐器 而不是呢 给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他说所以呢 他说当你做一些跟现在的时代呢 相反的事情的时候 经常会让人家感到吃惊 他说呢 他认为这是呢 The Lumineer 受到欢迎的原因 那你可以听他的歌 他的歌确实是很好听哦 没有很复杂 但是呢 很耐听 我们听到这首歌 叫做Ophelia OK好 在今天和你分享 好那在线上 一样邀请到的就是沈云冲 我妹妹在现场 你说在线上 我说现场 真的吗 我听你现场 是哦 是我要吃不精准把这些耳朵背了 好啊 云冲早安 早安 OK好 那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看到这个封面 这个封面的话呢 哇 这个是一个像溜滑梯一样 安全椅吗 断掉的滑梯 断掉 我还以为是有点像跳水 去之后就要进到游泳池面的感觉 啊 是断掉的 好 那这个断掉的滑梯是怎么回事啊 呃 OK 那这边我们要讲的 这个是经济 经济的某种程度的断裂 对不对 baby bust 就是我们现在都少子化的 大家都不生baby了 当baby大量的减少之后 经济会变成怎么样 这是这一期的后面 所以这就是少子化 就人口结构的改变就是了 对对对 OK好 那人口结构改变 可是问题是 人口结构的改变 一般来说是在先进国家 比较明显的会发生了 对不对 像是台湾 这个日本南韩 那美国实际上也是 中国大陆也是啊 那但是在一般的 他讲的是全世界吗 是啊 你刚刚讲那个只有先进国家 命令人口生育率减少 那是二十三十年前的事情 因为当时台湾南韩国 新加坡大家都还在积聚的生 人口生育率还是相对的高 可是呢现在很普遍随着这些国家经济越来越成熟 其实生小孩的人数越来越少 所以经济越来这一期所讲的babybust 的这个婴儿 过去叫婴儿潮 叫婴儿汉吗 汉灾的汉 总之 婴儿荒 婴儿荒 说得好 婴儿荒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处于婴儿荒的时代 接下来会可能会更惨 而且这不是全球性的 不是只有欧美国家 而是包括中国 印度 巴西 墨西哥 等等 很多的国家 所以这一期它就第一个带我们看着现在 所谓的婴儿荒的现象有多么的严重 以及如果继续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 对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对蛮重要的话题 但是你刚刚这样讲 因为我们那种 其实就算说以前的话 先进国家跟开发中国家有一些落差 但是也还是会有它相当程度的问题 就有一群人 或者有某些国家 有某些地区 它的人口特别的多 或是说它的年轻人数量 劳动力特别的多 一群人 某些地区 某些国家特别的老 它本身就会有些问题 但是即便说现在出现了 比较不一样 通通都变这样 但是印度没有 印度不是说在今年年底之前 才会要超越中国大陆 才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代表的是它的生育率 基本上还是在某个水平上 还是我们并没有深入去看 它们现在正在发现的变化 对没错 而且再加上随着印度的中产阶级 渐渐的增加 它们未来一定会越升越少的 所以经济宣言说 它说是一个趋势就是了 其实不是一个短期说 三五年内就会发生的 而是根据联合国的估计 是到2050年 现在我们都喜欢 拉到2050年去推想一下 未来会怎样 那如果到2050年的话 全球扣掉非洲 扣掉非洲的话 其实其他地区的人口 都已经来到巅峰了 也就是说过了2050年 非洲之外其他国家的人口 都会往下滑 OK那这个时候就刚好AI来补了 对不对 没错 它下一个题目其实就讲的是AI 那有点恐怖 我刚一来的路上就想说 我们现在谈到人口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说那是危机危机危机 可是我觉得与其把它当危机看 不如当作是 它是一个新的人口结构 它会是一个新的常态 而这个新的常态 你从旧的角度看 它固然是个危机 可是如果你更有前瞻性的 你把科技发展 发明创新的角度 纳入思考的话 它未必会是一个危机 相反可能会是一个新的转机 同意啊同意啊 只是说就你再说 因为它也无奈 就是说 那你要当那批命生 你就问问看你身边的人 你要他尽量生 跟过去的父母亲 父母辈一样 父母辈一样 生个三个 生个五个 生个一窝子的话 他们用不愿意 就当他不愿意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摆在眼前 那个现实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接受它 而且你必须要去看它好的部分 或者把它扭转成 或者尽可能的 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走 对不对 不是耶 它其实这个文章的结论 反而是真的从科技的角度来看 因为呢 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 人类一场又一场的危机 特别是人口危机 其实都可以借由科技 来协助克服 最典型的例子 还记得当年马尔萨斯说 人口会爆炸 人口论 然后食物的供给会不够 所以造成大饥荒吗 这是之前大家相信的人口危机 可是发现 人口危机并没有发生 马上是预计没有发生 人口的确大幅成长了 但并没有发生大饥荒 为什么 因为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 大量生产出过剩的食物 所以吃的问题 吃的危机也因此而接触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待会聊到的人口减少之后 婴儿荒形成之后 所可能带来的生产力不够 养老的负担加重等等的问题 未来老年照顾的负担加重 会不会有新的科技 就像蓝萨斯讲的 用AI用机器人来协助人类克服 以至于我们今天所担心的很多的危机 也许到三五十年后 它并不会真正的发生 对啊 但是我觉得人口越来越少 也还是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它这个趋势长久以来 不会有改变 或者说它一波一波的话 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它长久下去不会有改变的话 那地球有一天就会没有人 就没有新的人 要不断的死去的人是更多的 好 那当然我想也希望 也应该是一个 这个过度的起人忧天了 那重点在于说 人机之间为怎么协作 现在的年轻朋友 或者现在正在怀孕孕育生命的爸爸妈妈们 可能要看的 要听的是一个未来性的东西 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薰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沈云聪 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其实在很多小朋友的国家里面 或者一个社会里面 你会经常看到这种游乐设施 非常的欢乐 然后每个公园里面 都会看得到五彩缤纷的一些 让小朋友玩的东西 但是随着婴儿荒 如果每个国家真的是 老年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小朋友越来越少的话 就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的话 我相信这些可能不只是断裂 以后可能会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要聊这样的新经济 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先为大家整理一下 简单的数字很快的 我们知道人口替代水准 也就是说两个人结婚 如果未来人口要维持一样的话 大概每一对夫妻 至少要生多少人平均 那根据联合国是 人口替代水准应该是2.1 对因为两个人嘛 对不对 至少要2以上 但是呢 很多新型国家从2000年以后 就向来慢慢一直一路往下掉了 现在是2.7 2.3 然后接下来很快就会低于2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台湾已经一点都还是低于1了 韩国其实也都一样 所以很多国家都很担心 那为什么要特别重视 这个人口减少的问题呢 因为经济学人说 它会带来两个大的影响 第一大的影响 当然就是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加重 那怎么样叫养老负担加重呢 主要是呈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政府的退休金跟年金的支付一定会增加 所以政府的负担会增加 再来第二个老年类的存款会减少 OK 再来第三个很多的亲友他必须无偿的照顾 他所牺牲的工作的时间 赚钱的时间 有生产力时间其实也会因此而减少 等等 所以这是整个 如果我们会说这个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通常值得不外乎以上这几样 那这几个其实直接造成的结果就会是 第一未来政府要不要加税 要 OK 再来未来的退休年龄要不要提高 再来未来的存款利率会不会下降 存款利率会不会下降 意思就是说 因为当老年人拼命的就在提款出来之后 你国家储蓄会减少 你未来的经济动能会减少 所以未来想办法让这些钱不要留在账户里头 想办法让他出去 那是那个降低的地率 OK 因为对 年纪大好像他就被认为他可能就不太花钱 他的储蓄率就非常高 所以反过来说其实我真的很主张 就是现在的资深的这些人 基本上来说他其实是充满活力的 你是说老人吧 什么叫资深的人 这样讲就是不好 壮世代好壮世代 所以我是很认真的讲 所以我几乎没有去接受过 参加过任何的那种组织团体 我是真的很认真的接受了壮世代的 协会的邀请 我担任他们的董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重要 就是说怎么样的让这一群人 他以后敢花钱 愿意花钱 他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而且他照顾好他自己 他不要成为下一代的负担 这样的话下一代才可以真的去起飞 才可以真的展翠高飞 否则的话可能背着几个老人家 那他怎么飞啊 整个的社会不就是这样子一个充满了这种负能量 然后都是负重而无法长袍的状况 那刚刚讲那个是财政负担跟压力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在开创性在一个婴儿荒的时代 开创性也会因此打很大的折扣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思考方式不一样 所以他们解决的方法也更有创意 所以基本上一个社会 人口越年轻 越愿意去创新创业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先进国家 以及这些人口 经济进行成熟的国家 人口越来越老化 年轻人越来越少 也意味着未来他们会 越来越少的创业跟创新精神 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承担风险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国家经济的创新 我们都知道创新是经济很重要的动能来源 所以当这么多老人 然后这么少的年轻人 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而随之而来的 会是政治上的更加僵化 为什么 因为老人家会倾向比较成长性的政策 比较保守性的政策 什么叫比较保守性的政策 就是当政府说我要多盖房子 老人说你盖很多房子干什么 所以老人家相对比较不支持成长类型的政策 相反的比较支持福利型的花钱式的政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的经济成长也一定会某种程度被拖累 财政政府的财政也会因此陷入更大的压力 或者是我们举这个英国脱欧来看 因为那次我觉得是一个 我让我给人家非常的清楚的意识到说 他的投票行为是跟年龄出现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对英国人来说 他们觉得他们跟欧洲 他们从小到大就是在欧洲走过来走过去 这个做这个欧洲之心 跑过来跑过去 对他们来讲 你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旅行生活求学工作 做这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 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英国应该脱离欧盟 单独的成为一个经济体 独自存在 而且企图恢复过去所谓的英国的荣光 但是比较资深的 我还是要讲比较资深的 他们不这样觉得 他们可能第一个 他们缅怀过去的英国 第二个他们可能 因为没有这样的工作方式 没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自己自足就好了 我们干嘛要跟这个欧洲 这么多的一些藕断丝连 结果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几乎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结果造成另外的一群年轻人 基本上他的整个的人生 他的生活 他的形貌 完完全是改变的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选择 是而且经济学来特别提到一点 这件事恐怕会是一种恶性循环 为什么呢 因为以上的问题 如果他真的发生的话 那也意味着年轻人 他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负担跟压力也会更大 会让他更不想生小孩 比方说你看 税会太高 所得又成长不了 然后房价又这么的高 所以怎么样 他们越不愿意 越更不愿意生 所以生率会更少 生率更少 那以上的问题又会更加进一步的加重 所以 这是经济学院描述的这个事情 当然我是 基本上的逻辑去推理出来的 老实说也未必一定是如此 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 人口变少未必是没有好处的 很多人听众都知道 你不用养那么多小孩生活多轻松 压力多轻 对不对 有时候好像在刷自己的苦衷 然后你生五个小孩跟生一个小孩 每个小孩分到的资源 跟获得的照顾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说少子化他完全没有好处 但经济学院其实他特别提醒了 可是他不要忘了科技所可能带来的协助 因为正好我们现在不是在热AI吗 他是说AI来得正是时候 因为他也许就会是未来 解决人类生产力降低的问题 补足人力不足的问题 补足照顾者不足的问题 补足创造力跟创新不足的现象 OK好 所以我们休息会呢 就要回来讲这个话题 AI产业大爆发的一年 但是我想不论怎么补足人积之间 你看还要取得一个数量上的均衡 对人类来说 对人类文明来说 其实呢还是蛮蛮重要的 OK我们休息会再回来 好回到来轩时间继续和小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那跟着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封面故事 特别提到了这个婴儿荒 所导致的未来的可能新经济的模式 一个是问题 一个是所谓的问题所带来的契机 这个部分的话呢 一路走下来就讲AI 不过就回过头来看 有关于这个人口结构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大的变化 政府能够提供的该做的 让他们愿意不愿意多生孩子 也不要多愿意生孩子 这样的环境还是应该打造出来 那只是另外一个方面同时的 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AI产业的大爆发 可以呢为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新经济 注入什么样的一些 比较源头活水的东西 嗯对啊 因为我们前面这两段都谈的 好像都很悲观 反正人口少就是不对 你不是说没有什么 没有坏处 不见得有好处 不见得没有好处 对对对啊 所以这是我真心这样子认为 我觉得 真的世界比较空空框框的 对对对 但经济权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许要回过头纳入更多因素的考量 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回顾历史 他说历史轨迹已经证明了 新的科技往往会带来 意料之外的生产力爆发性的成长 进而造成我们原本所担心的危机 获得解除 所以未来的AI 可不可能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呢 那最近我们看到 因为黄仁勋来台湾 就也引起大家特别就关注了一下 但有没有注意到黄仁勋的某些动画 跟那个角度出来 有点像沈云冲 我今天把他放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然后看到我那个角色 哎呦不像 后来我就跟沈云冲说 你去买件皮吧 某些角度像 是不是 那其实连我儿子 他真的回来 就说 你有听过一个叫黄仁勋的吗 真的齁 所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像 对不对 太有趣了 OK好 黄仁勋 其实黄仁勋来台湾 固然是掀起话题 不过全世界更重视的是他的NVIDIA NVIDIA未来看起来在AI 这几年来的发展 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火车头的角色 那5月24号 他就预估本季的营收会破111美金 所以跟着股价就大涨 5月29号大家都知道了 他NVIDIA的市值破了一兆 对 对 所以连我都都都都沾光的感觉 你沾什么光啊 你讲真的 一点一点颜色都开启染房来了 真的沾光 别的光就算了 这种光沾山无法 OK好 Anyway 如果我们看总体的高科技业 你会发现过去这一年来 AI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 金银学院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数字 从去年底11月以来 高科技股反应都不错的 反弹还不错 都涨了13% 这是平均的 但是大家知道AI涨了多少吗 AI概念股涨了40% 因为高科技股 已经比大盘了来都表现好了 AI又在高科技股当中 表现特别的突出 所以就让大家很关注 AI整个产业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啊 所以如果你在想这个问题的话 我推荐大家读这一期的经济学人 Business里面的头条 哦 所以他是往投资的角度去看他 他不是 他主要是为大家介绍 所有的AI产业 到底包括哪一些 对对 包括哪一些 有哪一些公司 首先大家知道 AI跟过去 就是AI所用的晶片 它跟过去最大的差别 在于 因为AI它需要 强大的 庞大的 驚人的大的 运算能力 嗯哼 从观看那个CHETGPT就好了 它每一代的GPT 所需要的运算力 都比上一代高出非常非常的多 嗯 过去这六年 这个它的Model Size 这规模成长了十倍 嗯 光是GPT4啊 它就用了超过 一个Trillion的Parameters 来分析它的Data 嗯 也说它比GPT3多出了五倍 嗯 所以一代又一代 这是为什么NVIDIA的晶片 如此的功不应求 嗯嗯 因为如果你同样的东西 用一般传统的晶片 你要很大量很大量 但是它一颗的运算能力 是别人的好多好多倍 嗯嗯 嗯 所以非常的强手 它订单根本就功不应求 所以第一个是快 第二个的话 它是绘图晶片嘛 所以它可以大量的去辨识 去翻译有关于图形的东西 嗯 所以可以想像现在 嗯 所有跟 AI有关的 嗯 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 它都需要大量运算能力 它就会 本质上就需要这样的晶片 嗯 经济学人说 光是微软的客户 光是微软的客户里面 用OpenAI技术的 就超过2500家在全世界 嗯 美国的欧洲的 以色列的都有 嗯 所以意思说 这一波的AI 最大最大的赢家 因为他们是提供 最基本的基础建设 就是晶片的生产者 对 NVIDIA啦 AMD啦 我们的台积电 都是这个过程中的 大赢家 嗯 嗯 尤其是绘图晶片 嗯 就是GPU 大家要知道 以前是CPU嘛 所以是Intel 所带领的一个世代 对 一个时代 那所以现在他讲 GPU的话 你就要得要认识 NVIDIA 一直的黄人群 对对 还有AMD AMD今年它会在推出新的GPU 然后 它似乎 我看到这个一些分析 我们上个礼拜 在阅读单元里面 阅读区域 刚刚刚聊到 NVIDIA 它的这个绘图晶片 表现的似乎比AMD 来的更好一些 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呃 当然除了刚刚讲这些 都已经是很有成绩的大厂之外 现在你觉得 会没有新创吗 当然会啊 所以经济学员这边 也有提供大家几家 呃做绘图晶片设计的 新的公司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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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是一般的伺服器 伺服器台灣也是好多個 因為你要知道 一般的伺服器的成本當中 晶片只佔了大概10% 一般傳統我們現在的伺服器 但是AI伺服器的成本 晶片就佔了一半 因為它需要大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它需要大量的運算能力 所以基金學院就一路 這整個產業從上到下 所以要提供大家幾家伺服器的製造商 包括我們台灣的Winstrum Invantech等等 其實整個AI伺服器相關的 都成長非常的漂亮 目前看起來都非常的看好 而且以上還講的只是硬體 大家不要忘了還有軟體 所以你看這NVIDIA 它有自己的QDA的軟體平台 那另外基金學院這邊有提到幾家 資料管理的軟體 DataGen Pinecorn等等 大家這邊文章裡面都有講 我其實推薦大家直接看文章 它的資料管理是在哪一部分 軟體 就是運算演算加強 然後設計各種的功能等等 然後當然 所有的以上這些AI 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 它其實主要客戶老實說 你還是要去觀察它終端使用者 這幾家大家 因為現在講到AI 我們之前講過 所有的Big Tech 都不敢不投 都怕輸給別人 所以Amazon也好 Alphabet也好 微軟也好 大家都瘋狂的投錢 有沒有成績往哪裡 不知道 反正至少一定要把錢投進來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些人會投哪裡 會投入高端設備 所謂的高端演算的設備 因為都怕未來跟不上需求 因為如果你現在不跟 到時候你真的想跟的話 你可能連搶要搶各種的 就都搶不到了 對呀而且我覺得 不要講投資獲利 連自己要用都用不到 沒錯 所以新挑戰 當然就會引起更多人的 這個模型擦掌都要進來搶 所以我們剛剛講 都是什麼科技大廠很有名的 但不要忘了還有新創 所以這一期它裡面也有寫到 很多AI相關的雲端新創的公司 大家也可以去找來看 這個部分這幾家 等下說像Cord Wave 它四月就募了兩億兩千萬 那據說這家公司 NVIDIA也有投資 所以它估值也已經是 獨角獸以上的等級了 當然還有台灣也很熟悉的 Data Center的房東 做房東 就租這個設備跟細材等等 OK好 所以呢也難怪我們上禮拜 就跟大家說到了 這個在華爾街日報當中 就做了一篇算是調查報導 講到算力大戰 就是在講到這個運算能力 現在已經變成了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如果說你AI要應用在各個場景的話 它背後都有大量的一些運算 好所以這部分我會繼續為大家來做觀察 好那麼休學會再回來 要聊另外一個呢 是以國家為單位來看呢 這個經濟本來大家期待呢 在疫情結束之後 中國的經濟應該要大爆發 但是顯然的並沒有 為什麼它跳不起來 休學會馬上回來 好回到藍燮時間 繼續和沈淫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好那接下來聊中國 記不記得今年年初中國解禁的時候 經濟學人做了預測 他認為中國的經濟會先蹲後跳 他第一季會不是很好 但是接下來會大爆發 那這樣子反過來了 他是先跳後蹲 第一季還不錯 現在狀況不太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一期經濟學人 有一篇來解釋 或者說update吧 我們所看到的經濟 中國經濟的現況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他所公佈的四月份的數據 並不好 所以兩個股市都跌了 人民幣也貶值了 所以接下來要看的是 這一期的第二個月份 就是五月 那五月份會比較好嗎 根據目前為止的數據 看起來不會太樂觀 因為經濟學人引述的是五月底 中國所公佈的PMI指數 看起來不但製造業衰退 服務業的產值的成長率 也比四月份還要來的慢 所以也就是說 很有可能經濟學人會出現 很弱的一次經濟表現 連續兩季都沒有成長 所以這個其實是 就是兩季之間沒有成長 它整體來說是成長的 但是兩季之間它並沒有 因為去年基期很低啦 所以如果說跟去年疫情期間 尤其去年的中國的風控 它很誇張 那所以呢跟去年比 當然都會有成長 但是就今年來看 它並沒有說一季比一季成長啦 對不對 沒錯沒錯 所以看起來目前中國好像 也還不是太擔心 因為畢竟數字表面上數字 還是好看的 再加上 以中國的情況來說 跟西方不太一樣 因為西方一方面 遇到了經濟衰退 但是同時卻遇到了 通貨膨脹 這給西方的 負責貨幣的聯準會 跟中央銀行非常的棘手 為什麼 因為照理說你景氣會衰退 你要放寬銀根來刺激景氣 但是呢 相反的物價又在漲 你又不能夠放寬銀根 可是你又不能進一步說 因為物價正在上漲而縮緊 因為縮緊之後景氣會死得更慘 所以這是西方國家這幾個月來 遇到的非常兩難 所以要升息 都要升得步步為淫 但是中國看起來 照理說是比較單純 那他不用太擔心 因為以現在中國 目前公佈的幾個數據來看 是通貨正出現在緊縮 需求正在下滑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中國是大可大方的放寬銀根 可是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這麼做 所以現在在經濟學家方面 就有分兩派的看法 有一派是覺得說放心啦 中國在今年接下來下半年 就會慢慢的放寬它的銀根 盡可能讓景氣可以盡快的回來 這是一種看法 但另外一種看法 就比較沒有那麼樂觀的 就是覺得中國 不見得可以像過去那樣 想寬就寬 想收緊就收緊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中國可以反應這麼快 主要是因為經濟都還在成長嘛 然後所以他可以很自然而然的 瞬息自然的推動房地產啦 推動基礎建設啦 來當火車頭來帶動總體的經濟 但是這一回我們可以看到了 中國的房地產 很多地方已經過量了 然後很多建設 也已經到了某種的成熟的階段 所以不太可能再像過去那樣 用同樣的一招 所以這一期他的標題 我其實為什麼看這篇文章 另外也很好奇 他下一個標題叫Toolbox 工具箱 嗯 OK 原來他講的是 中國要解決問題嘛 就像工具箱越來越少了 對 越來越少了 所以這是這一期經濟學人 對中國經濟的 目前為止的分析 嗯嗯嗯 我覺得這也蠻符合 我之前看到的 就是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就有些分析講到說 中國大陸他現在有幾個 比較結構性的問題啦 就是說他雖然可以用這些 剛才雲通講到的寬鬆的手段 但就算他用了應該也就是一個手段而已 去解決眼前的比較表面上的東西 他深層的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呢 基本上他的架構 很能讓他走的遠啊 更更難跟他回到過去兩位數字的成長了 包括人口猴力不在啦 包括目前面對到了美中之間的大戰啦 美國如何的啊 這個掐住他的喉嚨 呃想辦法去拖慢啊 他的一個經濟的發展的程度啊 那還包括自己本身像房地產啊 他這個結構性的在地方 這個債務的問題等等等 那基本上都是啊 都每一個聽起來都是很難 而且每一個一聽起來 都不是一個短期之間可以解決的問題啦 所以呢嗯 所以啊對他們來說 他的整個分析就是說 中國經濟在今年看起來就不跳囉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我剛才講 目前為止經濟學的看法是分兩派的 有人是比較樂觀覺得 接下來如果他願意放寬銀根 然後來帶動整個景氣 也許中國下半年真的會跳起來啊 但目前為止如果沒有這麼做的話 我們可以看各種的數據 是比疫情前還是要來的差的 所以意思說中國雖然解封了 但整個經濟的活力 並沒有回到疫情前的水準 嗯嗯OK好 那再加上如果歐美的狀況的話 也還是這樣子喔 步步為營的話喔 這個整個今年的經濟狀況 可能未必如預期的這麼樂觀啦 嗯OK 因為西班國家當然很希望 中國趕快回來啊 對啊他們很期待中國大陸啊 帶動啊 你看要不然誰去買他的薄金包 哈哈好對沒錯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聊聊呢 金品業真的很慘喔 以前說的金品呢可以抗衰退 顯然的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背後的中國的大買家不買了 我們就學馬上回來 好 回到藍圈時間 繼續和沈明聰 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喔 OK好 所以呢這邊 鎖定在精品業啦 但是這個精品業最主要是一個指標啦 對不對 嗯嗯嗯 最後一篇文章很有趣 我們談一下精品業喔 嗯 我們之前有談過像tiffany啊 他重新開章 哇門口大牌長龍 那結果有人說你看 精品業這些有錢人的客戶 手沒有再軟的啊 還沒有受到什麽 APA托懵的影響 不過ZC pore 應該是每個人 進一步得到精品業裡面 你仔細看你就會發現 雖然同樣叫精品業 但是還是有差 但是有差 有什麼差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整個精品業 其實以去年的財報來看 你看不出什麼不好的地方 為什麼 四大精品業者 包括愛馬斯 LV Richmond Karen等等 就是Gucci 百年四家 集團 這四家 總共營收 總共營收1300億美金 你看賣包包 賣這些精品 賣1300億 好嚇人 然後賺進了 你看不及其人家 人家也是一種創新產業 設計師藝術無價的 好了好了 穿著傑庭的惡魔 不過這個價格 也實在是太誇張了 Anyway 他們還是非常賺錢 以去年的財報來看 他們總共賺進了350億美金 但那是去年 今年經濟選人說 隨著通膨來了 市場開始擔心了 所以有一些投資者 開始不是那麼看好 這些精品業 所以從這四大 在5月22號曾經上延股市大討殺 市值一口氣蒸發了7% 所以精品業這麼多 經濟選人說那你要怎麼看呢 他提供兩個觀察的切入點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看他的品牌定位 不是在總體市場的品牌定位 而是在精品市場之間的品牌定位 那怎麼說呢 你可以把這個精品市場分成兩個大類 第一大類呢是非常高端的 第二大類呢是屬於中價位以下的市場 OK 中價位以下的市場 訴求的是那些可能科技新貴 剛剛變有錢的人 對對對 剛剛住社會可能買第一個包包 對對對 他說如果是走這個路線的品牌定位的精品業者 他其實他的對象會對價格是比較敏感的 對通膨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一旦物價升高 他們口袋開始覺得緊的時候 那他們就不見的願意花錢來買這樣的精品 所以你如果在這個精品裡頭的定位 是屬於這種中價位的叫meat market 那你可能就很麻煩了 那相較之下 如果你是走top end 買的是最貴的我們剛剛講的薄金包 大家知道嗎薄金包你要買是不容易的 你不可以說你走進他店裡大壓大擺說 來給我十個薄金包 你在買菜嗎 十把菜 十把蔥 真的 沒有在理你的 然後你在廣告上 你在網路上你從來沒有看過薄金包的廣告 詐騙廣告之外 就不用 因為他根本供不應求 你還要排隊不是嗎 對對對 所以你看你必須是事先預約 事先去預定 而且一定喔 以現在的waiting list 恐怕都要排半年以上 嗯嗯 OK 太可怕了 那你家薄金包一個多少錢嗎 我不知道 最高四十五萬美金 美金 嗯哼 喔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還有聽人在講 還買過幾個是吧 不是 聽人在講我覺得五十萬台幣 我就已經眼珠子快要掉出來了 他不是每一個都這樣 所以從此就不再去聽跟去 就他也不會閃過腦袋裡面 不會進入到我的腦袋 會啊 美金啊 四十五萬美金 當然他有分不一樣啦 我知道 不一樣的設計 當然還有還有啊 因為他號稱很重視那個手工嘛 細節 細節 所以 基本上我坦白講我真的覺得從藝術的角度跟手工啊 這工藝的角度我是真的很讚賞這些人 只是說就價格的定位來說真的是 我覺得實在是遙不可及真的 嗯哼 不過 健林健智囉 所以對我來說 對他們來說 對因為你某個程度來講是工藝 你五百塊我還是不會買 哈哈哈哈 一個是工藝一個就變成身份表徵 我覺得他太多的錢是加在所謂的身份表徵 還有這種虛無的東西上面 真的虛無 相信我虛無 哈哈哈哈 虛無的我們兩個就買不起就看人家這個 Anyway 呃 品牌定位是一個觀察的角度 另外一個呢就是藍軒剛講的他的中國依賴度 嗯嗯 OK 中國依賴度越高的品牌 嗯 那他就要看接下來的中國景氣有沒有回來 對啊 如果中國景氣沒有回來 你看像Buraya啦 亞斯蘭黛啦等等 那他可能麻煩就大了 嗯 相較之下 如果你去看他的財報 他的中國依賴就相對比較低 那麼他受到中國景氣回來與否的影響就比較那麼大 所以說那個是一個變數啦 所以中國可能景氣回來也可能不回來 如果不回來他們當然就很麻煩 但如果回來哇他們就會很好 嗯嗯嗯 對 但一個是回來不回來啊 那跟包括一個是疫情過去了 但還有我覺得通膨這個問題得要解決了 嗯 否則的話我聽到太多身邊的人啊 嗯 他們最近說要下手買的時候 就發現說哇這個通膨的關係 歐美國家的這些金面漲太多了啊 先前你就算說哎這個小資女啊 可能呢工作了兩三年三五年之後 想要買一個犒賞自己的包包 現在可能都未必買得起壓力太大了 嗯 這就是剛剛講的結果 因為越姐都知道中價位看起來不妙 所以呢都往高價位跑 所以民表啦 民包啦 呃 服飾啦 現在都標價越標越高 因為他們標中價位也沒有用 嗯嗯嗯 反正標高價這些有錢人根本沒有在說 人家喜歡他們還是會買 哦是這樣子嗎 嗯 好吧那反過頭來 中產界如果是這樣的話都去買那種快時尚 我覺得那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那是個環保永續的災難 所以這部分的話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啦 但是我覺得 東西便宜也不能夠就因此拼命買 拼命買 好像個三件第一件的感覺 這個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資源浪費啦 OK好非常謝謝沈英聰帶來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那其他有關經濟學人雜誌 呃更多精采的部分的話呢可以聽 這個小馬哥說財經對不對 謝謝 OK好不客氣 拜拜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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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我喜歡